行善基金会议工地址资料内容按确定 好那第一个开启之后 首先呢他这一题呢到底要我们做什么 那这个题目实际上也蛮适合那个 就是说平常会遇到的状况 像一般如果说我们在输入资料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城市街道 然后呢断向弄等等的 这些就是让使用者输入 可是问题我今天最后的结果呢 是希望做出来是有个连贯性的 比如说就台北市什么四维路 54项三弄387号11楼 那到时候直接就怎么样呢 有一个地址之后就可以直接邮寄给他了 因为像用那个合并列印嘛 你印出去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地址 那直接印在像那个标签上面呢 贴在信封上就可以了 非常容易 可是问题假设我今天需要怎么样呢 把这些资料通通都怎么样呢 通通都变成一个连贯的地址该怎么做 那另外就是说呢 这边它有提供给我们一个讯息 就是说必须要使用if if is blank函数 那这里特别注意 这边有个叫is blank有没有 的这个函数 但if我想前面有用过就判断 对不对 那if is blank的意思就是说呢 is blank最重要的用途就是说呢 意思就是是不是嘛 blank就是里面是空的意思 也就是说如果呢 它这个里面的资料 is blank就是里面是空的话 如果是空的话那表示什么呢 就不要填断 有没有 那如果同样的方式就是说 is blank里面如果说呢 像这个里面是有资料 is blank有 等于是false 就是它里面 回传回来一定是false 那就填入什么呢 填入54项 也就是要去判断里面 到底是不是空的 像这边有没有和平东路二段 那这边就没有像嘛 所以这边is blank就处 就是没有填入任何东西 那这个弄也没有 所以号有嘛 所以就填 那怎么去做呢 首先的话第一个 根据题目要求呢 要先做一个什么呢 地址工作表 第一个呢 依据个栏位之标题 建立什么呢 范围名称 那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建立范围名称 那范围名称怎么做